你好 欢迎收看9月3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花莲县109年度秋季国商 即追到公损匠市大典 3号上午在花莲市的中列池 吉安乡的军人中林池举行 县长徐正蔚担任主机关 率同遗嘱机关学校部队代表来致计 向为国捐区的先贤劣势 表达崇敬与追思 秋季国商大典 由县长徐正蔚以主机关身份 率领县补各级出首长及军工教民 各界代表文武职官员 残拜 依序焚香献花后 由思宜攻读秋季国商纪文 及妖季黄龄纪文 全体与会人员莫哀 并以三局公里 缅怀先烈 祭典庄严隆重 秋季国商大典结束之后 县长徐正蔚 一一向遗嘱民众慰问兵之意 感谢过去国军弟兄为国家奉献一切 同时今天也是九三军人节 敬祝所有国军弟兄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记者林杰综合报道